在行走中观察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春秋战国作为一个百家争鸣的舞台 给了无数英雄们表现的机会 齐国向东 晋国向北 楚国向南 秦国向西 四大强国的扩张使华夏版图至少扩大了一倍以上 奠定了今天中国庞大领土的基础 春秋武霸 谁是真正的霸主 是齐桓公 晋伦公 还是楚庄王 什么是称霸天下的第一要素 是仁义 是诚信 还是武力 让我们继续翻开几百年春秋战国 精彩分成的历史画卷吧 上次和您说到 大内高手伯迪已经杀到了崇尔家里 并准备向他下毒手 幸好及时赶来的胡家兄弟 把伯迪堵在了院子里 伯迪不是出来打酱油的 手中的剑也不是拿来做俯卧撑的 他的剑搜的一下 就向胡毛刺过来 剑势之灵力 胡家兄弟前所未见 胡家兄弟当中剑数最高的胡毛 使尽全力接了第一招 但是他知道自己在伯迪手下 走不了十招 俗话说 杭家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一招过后 伯迪也知道胡毛的功力了 可以说胡毛算得上江湖的一流好手 但是对于自己来说 根本不是对手 这个时候 伯迪也就知道自己上当了 回头再看崇尔 崇尔可不是傻瓜 趁着两大高手对决的时候 迈开步子 开始逃命了 伯迪正要去追 胡眼的剑已经杀过来了 没办法 只好接招 边打着呢 伯迪还质问胡眼 胡眼 你说话不算数 我说话算数 可是腿长在他身上 他要跑 我有什么办法 胡眼一便答道 他可以不回答 但是他想拖住伯迪 说到这儿 可能您要问了 什么说话算话不算话呀 这是上一次故事里和您提到的 就是胡眼和伯迪说好了 只要伯迪和自己两兄弟 能够对决一下 输了 你就别杀崇尔 赢了 崇尔随你杀 但是没想到一交手 崇尔就开始跑了 所以伯迪就说 胡眼兄弟忽悠了自己 一二抵一 胡家兄弟 还是功少手多 更糟糕的是 伯迪居然能够一边和胡家兄弟斗 一边去追 更糟糕的是 伯迪竟然就追上了崇尔 别看崇尔当时年轻啊 可是公子哥儿平时毕竟锻炼少 跑不快 跑不出十步 就被伯迪从后面一把抓住了伊领 崇尔急了 使劲去争 无奈伯迪抓得结实 就是不松手 崇尔正慌张 胡毛追了上来 劈头一剑 伯迪用剑去隔 刚刚隔开 胡眼的剑又到了 伯迪急忙低头 剑就从头上擦了过去 胡眼见势一变 顺势下压 只听得 刺的一声 恰好 把崇尔的衣服切开了 伯迪手下 只剩下一块布 而崇尔是撒哑子就跑啊 就这样 崇尔在前面跑 伯迪在后面追 二胡兄弟左一剑 右一剑 逼得伯迪跑跑停停 崇尔也是慌不择路 一路跑着 居然就跑进了死胡同 前面是院墙 后面是伯迪 怎么办 跟随文人的脚步 听世界 狗急了要跳墙 人急了 跟狗没什么两样 墙有一人多高 崇尔蹦了两蹦 手居然抓不到墙颜 眼看太监伯迪就追上来了 崇尔真急了 偏尽吃奶的力 向上一跳 这回竟然给他抓住了墙颜 可惜的是 他没力气了 怎么撑 也撑不上去 这个时候 后面赶来的胡言也急了 眼看着崇尔在墙上挣扎来挣扎去 扭来扭去 就是扭不上去 这要被伯迪追上 一剑捅穿了屁股 那可是神仙也救不了啊 你咬住他 胡言对自己的大哥胡毛说了一句 然后什么也不顾 直接向崇尔奔去 脚下一用力 飞身上墙 手一撑 已经到了墙上 之后一把拽着崇尔的领子 就拎了上去 不等崇尔站稳 一把推到院墙外面 之后自己也跳了下去 胡言为什么也跟着跳下去呢 因为他不知道 外面是否还有伯迪的人 他要贴身保护崇尔 说时迟那时快 伯迪被胡毛挡了一下 但是还是冲到了墙边 眼看着胡言把崇尔拉上去 这一回轮到伯迪急了 也不管自己有没有资格杀公子了 一剑就劈了过去 这一剑贴着崇尔的屁股 重重的劈在墙上 生生地劈下两块砖来 伯迪也要纵身上墙 可是身后胡毛的剑又贴上来了 伯迪很恼火 圣冠发财的机会 生生被胡言和这个昆仑祭子给搅了 看来只能杀了这个号称昆仑祭子的高手 再去追崇尔了 有了这样的想法 伯迪下手那可就是下了十二分的功力了 连环三剑出去 胡毛就乱了手脚 没办法 也只能硬着头皮扛着 十个回合 伯迪伯迪判断的不错 胡毛也就只能抵挡十个回合 十个回合要结束的时候 伯迪一脚把胡毛踹翻在地 手腕一翻 就要结束胡毛的性命 让生命的空间延伸 听世界 我揍你姥姥的 就在这个时候 伯迪听到一声爆喝 打雷一般从身后传过来 随后就是一股强劲的风声 伯迪叫声不好 急忙低头 后脑一阵进风刮去 没来得及抬头呢 屁股上已经被踹了一脚 伯迪一个根都翻出去 足足跌出两三丈外 才停住 然后跳江起来 回头再看 这个时候伯迪叹了一口气 唉 院子里多了三个人 不用猜啊 都是崇尔的弟兄们 他们分别是 魏抽 仙枕和胡舍姑 魏抽 手里拎着一条大铁棍 另外两个人都是使剑 刚才的一声爆喝 和一阵旋风 就是魏抽的杰作 魏抽大喊一声 横扫了一棍 大棍走空之后 一脚把伯迪踹出老远 伯迪其实是认识魏抽的 因为整个晋国 使棍使得好的 就是魏抽一个 那年头 有身份的人 大多数都用剑的 只有魏抽 觉得剑太轻 像玩具一样 所以才用棍的 魏抽的大棍 在晋国一带 是十分文明的 但从力量来说 没有人是魏抽的对手 看见魏抽在这里 伯迪也没办法 只能自认倒霉 一个魏抽就不好对付了 何况他还有两个弟兄呢 这个时候 狐毛一咕噜 从地上爬起来 捡回一条命 心里面还在 扑腾扑腾的跳 你们对付他 我去看看公子 把事情交代给魏抽几个人 他放心了 一转身 纵身上了墙 追赶虫尔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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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